首先呢,这橄榄油呢,您收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将它打开来 这个是我早晚都会做的动作 像晚上呢,我洗完澡刷好牙 准备要睡觉之前是没有吃东西 我会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汤匙 然后呢,我就这样子倒在汤匙上面 然后直接含在嘴巴 然后不要吞下去,用舌头去烙牙龙 好 然后再满满的吞下去 不要吞太快 吞太快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多酸 大量的多酸当你再吞太快的时候 你会呛到 但是呛一下也不错 因为我们所有的细菌病毒 都会潜伏在我们的呼吸道 以及我们的咽喉眼这边 在口中 所以甘然有你的多酸 就会帮我们做杀菌 然后为什么绕牙龈呢 因为很多它可以预防牙周病 而且牙龈年纪大的时候 萎缩的牙缝就变很大 那这橄榄油呢 当你这样子含的时候 让我们牙龈的皮肤的毛细孔 它能够充分吸收这个多酸 然后吸收这个多酸 它可以增生牙肉 那我们在含的时候 口中如果有细菌或是伤口 它可以消炎 然后消炎修护 那喝完橄榄油之后呢 那我会接着 早晚哦睡前我会接着 这个是我们的蜂蜜 好 我们的蜂蜜 我也是一汤匙 但是哦 不烙牙龈 不烙牙龈 汤匙不要进去捞 把它倒出来 不烙牙龈 用舌头把它推到喉咙 像含枇叭糕的方式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就是这样子早晚我都做一次 有时候我比较累的时候 橄榄油我会两汤匙 那蜂蜜我早上哦 来不及吃饭刷好牙 也是做这个动作重复一次 你试试看 非常棒 可以让你身体有足够的营养 抵抗力增强 然后呢还可以修复我们的身体 谢谢 谢谢